1、2、3 在咖啡文化館外面 以為幾邊共同政下咖啡手 向前國性咖啡 買在這裡生金 開花結果 國性咖啡文化館怕正式開幕 在這間文化館裡面 UK可以咖啡DIY 人生國性咖啡在背景三環境到條件 了解國性咖啡的好 所以希望救出提供國性咖啡 跟外界一個最好的接觸關頭 我們希望說 前程的所有的遊客 我們在國道3號 進入國道6號 我們在國性交流到下來 差不多500公尺 就我們的國性鄉 一個驛站這邊 就是我們的一個咖啡文化館 直接到這邊來 平場我們國性咖啡 國性咖啡這邊 總共有兩個產銷班 在驛站這邊 成立一個咖啡館 大家有辦法在這裡 慢慢將我們咖啡 有辦法推廣出去 今天開幕電禮中 特別安排一店 看不到人事來到文化館 體驗泡咖啡 喝咖啡的醋味 文化館 也有咖啡農的 幼稚咖啡典小品牌 剛好怕會來吃的遊客 試喝過的民眾 大部分都會買一些 早上去家裡喝 滿清香滿OK的 跟你得過其他地方的 很多很多 很多地方 大致上這個喝起來很合 適合臺灣人的胃口 所以你覺得不錯就買 對對對 我覺得還滿不錯 然後會回甘 這邊的咖啡 我覺得真的喝黑咖啡比較好 就是不要再加那種任何奶精 對 然後我覺得喝黑咖啡 謝謝 有益整體健康 所以我覺得很推薦 對國性的咖啡農來講 有一個統一的行銷管道 也是多一個行銷的機會 他們都很希望咖啡文化館的規模 對打開國性咖啡的地名道 跟通路可以帶來幫助 因為這個國性的驛站 是一個休息的一個中心點 那麼遊客幾乎都會到裡頭來run 這文化館能夠讓 做咖啡的產業能夠 有曝光的機會 讓更多人去了解 那我們也在努力 把我們的好產品 帶給所有的愛好者 國性兵公所表示 設立咖啡文化館 希望用咖啡來跟大家交朋友 辛苦無期間 所有來跟咖啡文化館的遊客 都會安排親手來泡咖啡 享受一個不一樣的 國性咖啡路有興廷 現在王朝聖蔡方報道